你需要了解的,就是升糖指数,升糖指数全称为血糖生成指数,是指在标准定量下,一般为物质和某种食物中参选化和物,引起血糖上升所产生的血糖时间区间下面积和标准物质,一般为葡萄糖所产生的血糖时间下面积至比值再成为一般,它反映了某种食物,与葡萄糖相比升高血糖的速度和能力。 简而言之,升糖指数又来衡量食物对血糖的影响,我们渗入食物后,食物中的营养物质,微微不消化进入血液,引起血糖升高,升糖指数越高,说明食物容易被消化吸收,被迅速转化成为葡萄糖进入血液,升糖指数低,则说明食物在外场停留时间长,消化缓慢,由上图可以看出, 升糖指数高的食物会使人在进餐后,短时间内出现血糖高峰,之后迅速回落,升糖指数低的食物则会让血糖缓慢上升,较长时间后才会出现峰值,峰值也较低。 选择升糖指数低的食物,这一点对于糖尿病人来说,格外重要。 糖尿病人控制血糖的能力弱,多知低剂爱的食物,能够以吃餐后血糖上升不高或快,也就是说血糖不会一下子爆表,而是缓缓上升。 不过,也不能指定着升糖指数这一个指标来看,糖尿病人还需要关注血糖负荷,血糖负荷是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与这种食物的升糖指数的成绩。 3号血糖水平不仅与升糖指数有关,还与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有关,升糖指数高的食物,如果碳水化合物含量少,对血糖水平的影响也不大,100米大核南瓜温利。 南瓜的升糖指数为75,已经属于高低碳食物,但每100克南瓜中仅含有5克碳水化合物,日常使用适量南瓜不会对血糖水平产生降代影响。 白米饭的升糖指数为84,每100克白米饭,还碳水化合物25.6克,11克白米饭对血糖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。 减肥的人最好也了解升糖指数,你可能会想,减肥不就是让身体指数输入? 既然如此,我了解食物的热量,将自己少吃一些就行了,和升糖指数有什么关系? 就是因为,在相同的热量下,你吃了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,血糖上升就慢,对于导速分泌影响较小,保护感就能持续更长的时间。 了解升糖指数,就能让你既成功减了肥,又让自己少挨饿。 此外,升糖指数还与这个名题有关。 有研究认为,饮食结构中,若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,且升糖指数较高, 就会迅速升高血糖,从而导致大量胰岛素的分泌。 胰岛素让一种特别的胺基酸,色胺酸进入大脑,而色胺酸在大脑中会软变成血清素导致人们犯患。 说了这么多,哪些食物升糖指数高? 哪些低呢? 我们又该怎么判断,我们一般将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定为一板, 升糖指数70为高升糖指数食物,升糖指数55为低升糖指数食物。 这些因素能够影响食物的升糖指数,碳水化合物类型和结构, 三糖比多糖具有更高的升糖指数。 例如,直接顺入葡萄糖比吃米饭更快升高血糖, 上食纤维含量,上食纤维含量多,可兼换消化吸收率。 降低食物的Gi,水果被榨成之后,损失了部分下食纤维, 可果这会让血糖上升更快。 淀粉的物理状态,骨类颗粒面度越细,Gi越高, 近百米比操拟Gi值更高。 淀粉的糊化程度,糊化程度越高,Gi越高, 例如百米粥的Gi并不低。 脂肪与蛋白确含量,增加可降低微太空氯绿继小肠消化吸收,Gi较低。 如果记不清,食卖找到了一份常见食物的升糖指数表, 记得保存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稳切记news.xy或是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